本节目有领先的软件项目管理系统 蝉道赞助播出 蝉道全部基于Squam敏捷开发 完整覆盖软件研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 帮助企业有效掌控项目跟踪管理 蝉道十周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登陆蝉道官网即可参与提建议送好礼活动 机械键盘 维巾礼盒 物联网礼包等丰厚大奖等着你 首届天津人工智能开发者峰会将于2019年11月23日开幕 这是天津首次面向开发者的大型活动 将有Google 阿里等大厂开发者到场演讲 把题覆盖人工智能 互联网开发 制造业科技赋能等领域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金金乐道播客 回复峰会两个字 获取报名信息 各位听友 大家好 这里是金金乐道 我是朱峰 这期也是我们拼娃时代这期节目的第四期 那么跟我一起录音的当然还有君君 大家好 君君 今天还有两位新嘉宾 一位嘉宾是我们天津市某重点中学的王老师 大家好 我姓王 隔壁学校的老王 王老师确实现在在带高二的学生 是班主任 教什么的班主任 教物理的 不老 其实很年轻 对 今天我们把王老师叫来之前 其实其他主播都没见过王老师 我们之前是见过 然后其他主播都说不会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吧 来教主任 所以来之前我非常焦虑 还特意把头火再重新洗了洗 然后为了应景 我们还叫了一位新嘉宾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老尹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尹说说为什么你要上这期节目 我天津有所谓的五所重点中学 十五所 我自己就站过俩 这个是好学生的代表 对 刚才跟张乐 张总PK的时候 我们说了我们请一个十五所的来录音 和张乐说对 我是娇华的 然后另外老尹就说了 不对 我是俩 俩事务所 一人站俩 然后张总就摸摸的退下 去写代码去了 在旁边 所以今天其实是想从我们班主任的角度 其实那期叫小川过来 其实是从学生的角度 是吗 我今天从班主任的角度 也给大家聊聊这些教育有关的话题 对 当今这个时代的教育现状 对 然后我们一会儿还会聊一些家长们 关心的一些话题 对 从老师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问题 对 没问题 我想签问老尹 作为好学生 你上学的时候对班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先分别说 我先上了一中后上的实验 所以从这个轨迹上来讲 太秀了 就说明不是什么好学生 好学生得反过来 这就是典型的不是好学生 这叫吃过见过 亏了大学没有事务所 要不然你可能就悬了 我就处理下去了 对 先说一中的老师 我们老师当时还是挺牛的 因为当时我是在实验班 所以所有的老师都会比较牛 这帮孩子也是就特别能闹腾 直到我们老师绣了一把 几盒 当时分成代数几盒 几盒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几盒题 然后代数老师用纯代数的方法 被这道题给解出来了 然后我们班所有人从那开始 就老是听话了 这个是在一中 到了实验 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 当然后来据说也是走到了副校长这个级别 但当时因为是比较年轻的老师 所以跟我们相对来讲 关系会比较平等一点 没有特别所谓的叫高高在上的那种 所以在那儿就相对来讲比较自由一点 但是从这个叫震撼力的角度来讲 肯定不如像一中老师这么震撼 就是赤裸裸的用学科碾压一下 把你们都打服了 你们就行了 但是一中的老师是年纪大一点的是吧 一中的老师基本上都当时来看都是40岁以上 40岁以上 甚至45岁以上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年轻的老师要么就是带 就是刚入校 要么就是辅助的学科 体育老师年轻 对体育大也跑不过我们 到时候你们高中的时候是哪一个科的 是班主任 我发现现在尤其是小学 我接触了好多好多的小学的家长 大概有几千个家长 我发现小学现在大部分的都是语文老师 来作为班主任来代班 我小时候觉得也是 我小时候 就是语文老师是班主任 但是初高中就好很多 初高中也有分分理科 或者说是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像物理老师 像数学老师 英语老师也会代班了 但是好像小学的真的是 几乎一水全是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是一个班配一个 他只教自己的班 那还好 然后数学英语是一个老师 会教两个班三个班这样的 或者更多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班主任是教历史的 就是完全的初中的 就是所谓要分大小学课的话 就是初中里边的小学课 然后前两年一直是历史老师当 然后基本上我们的历史课 就是班会课 然后我们的班会课是班会课 所有时间都在开班会 然后到历史课还剩十分钟 行我们讲一会历史吧 然后打开一个 那个时候还是教室上面 有一个电视那种 就是教室脚上有一电视 然后打开那个看十分钟纪录片 好了下课了 然后就完了 那会儿连投影机都没有 对 就一个大方的那种 铁箱管的 对 大屁股电视在那 然后我到后来 到初三是换成数学老师了 当班主任 一个东北来的一个男性 然后个儿比我还班头那种 然后非常的霸气 然后对那种 然后到高中是英语老师当班主任 对 始终没有说 再碰到一个像刚才那个 严老师讲那种 就是这么平等的那种 我一直没遇到过 我一直没遇到过 一直都是那种压缩 那可能是因为那个老尹 当时那个班主任确实也是年轻 可能刚毕业不久 应该是刚毕业 对 刚毕业两三年啊 或者什么差不多这个时间 他确实是年龄差距不大 因为我们毕业以后 他才有的小孩 我觉得抛开这个 抛开历史 谈这个东西没有用 大家先暴露一下 年龄老爷 你是哪年上的高中 我 你得倒一下 或者你多大 我81年的 81年的 都比我大不少了 我88年的 88年的 差点90后 对 你多大 我是80年 但是跟79年一块上的学 就跟那个谁 咱算是一波 对 张乐是比咱们大一点的 大一一届 但是我觉得咱上学的时候 就是就像王尔说的 这个班主任给你感觉 是一个压迫感 对 是吧 就还挺厉害 高高在上 然后要摁着你 对吧 怎么样 现在班主任 一个是就是说 压迫感这样的情况 少了 一个是真正从压迫感的年代 过来的老师 毕竟岁数要大 他不愿意带了 是吧 对 他也不愿意去当班主任 班主任是一个挺 累心 非常累心 来讲讲王老师的日常 对 讲讲日常 特别机密的不用说 怎么累 你就讲你的 对对 为什么会非常累 尤其是在高中 对不对 对 你要注意啊 你的学生会听我们的节目 没事 王老师是 我天冷过 他们都知道 是从高一要带到高三吗 还是说会换 我想把他们带完高三 但是学校安排不知道 现在 对 学校安排不知道 学校他也是每年去轮一轮 这个安排会怎么样 对 因为咱们刚看完电视剧 叫小欢喜 小欢喜 小欢喜里面 我们是感觉 还算比较真实 然后高三的班主任 其实还是压力蛮大 还是蛮累的 现在来讲 因为高三也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不是有选课走班 主班制 但主班 主客还是那样 对 主客还是那样 但是班主任的每天的日常工作 也都跟原来不一样了 比如说原来 就是先拿我举例子 我每天 学校要求7点20 所有学生到校 对 然后我骑车上海班 我得不到7点 6点多 因为我得到那偷偷换衣服 对 因为那个骑车比较胖 裤都磨破了 火 然后就得先换件 一天一条裤子 对 一次性的 先换衣服 然后换完大概7点多一点进班 然后7点20 收手机 每天都让带 就是让带是学生的自由 因为你得学生有跟家里联系 或者哪怕放学路上 他听我听音乐 这都是正常的 咱不能拦 但是在学校之内 不能用 不能用 一个是影响他们的正常的学习生活 一个是学校 他的考量 这咱就不说 对 然后7点20 收手机 7点半上第一节课 然后这一天下来 上午是5节 下午是4节 9节课 然后我每天2节 比如说正常的时候 可能第一节课 把他们弄到那了 都销利下来了 我去歇会儿 第二节 要不就是来一个什么 行政上的任务 要不然就是有什么 办理 那个发书 这个 那个什么事 可能就来了 可能第三节我上课 然后中间一大课间 上课 李柯老师 就是必定会有 问问提的是吗 对他有问问提的 然后讲一个大课间 然后第4节回去 倒一口气 第5节冲上来 第5节是最累的 第5节就是下午第一节吗 不是第5节 上午都一节 第5节是 按时间算的话 应该是11点半 就是11点半上第5节 因为中间 到12点一刻 到12点一刻 这节是最累的 所有学生 所有老师最累的 因为都乏了 都饿 对吧 都饿了 要交好几个班吗 还是只交这一 就俩班 俩班 俩班其实一上午 也快排满了 课不会这么多 课只有两节 但是课之外的时候 会有很多 会很多 对 然后有时候 班里在有点什么 吴子熙有时候得要叮 然后有时候 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比如说谁要走了 谁要回家 谁要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得给人签条 有什么心理不痛快的 或者说学不下去的 你得跟人还聊 然后有什么 我们班还好 可能别的班有淘气的 然后你又得数了他 然后上面有来 对 你又得数了 就是这数的事 男生好数 女生特别不好数 男老师 想不开 我来从上上蹦下 对 我的天 好 那真是 一月解千愁那不行 然后你在赶上 有什么学校 就突然下来 因为最近不是这个 比较那个什么 70周年 对 70周年时期 我突然下来什么文 你需要 突然间有什么事 然后从上 还放线下来 我还退出去 然后什么人找什么事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干什么 我还退 基本这一天 到四点多 官方说四点半下班 然后基本四点半能帮完 然后再把第二天的东西准备了 我还得做题 理科 还得做题 还得算 还得想怎么快速的 能在一节课之内 把这些东西都讲完 然后讲完 他也不一定听不明白 你下课还得再接着讲 反正这一天基本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高三跟您主位 包括像我当年都不一样 高三选课走班 就是很可能你的班主任 就包括我现在也是 我现在教的学生 跟我自己班的学生 都不是一班人 不是一班人 对 所以就是我自己班的学生 有的根本就不选物理 那我是从教学上 我完全管不了他 我只能从教学的方法 或者心态 或者辅导 就是从其他方面 要不就跟其他老师 去沟通一下 顶多就是这一种去做 现在的高三 就是现在高三这一波 就是他们也是选课走班 然后基本上 我想我们那八个班主任 只有两个吧 只有一个或者两个 是我们这种小课 剩下的全是主课的 就是民数外 只有全是主课的 他们能控制全班 对他们能控制全班的人 就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高三 周末呢 周末有没有休息 我们周末是休两天 我之前在那个 之前那个学校的时候 周末可能会有 要自习 对要给学生补课之类的事 以自习为名物 然后把孩子们叫来谈谈新的 之前那边 就是之前那边是一个 就是私立校兴致的学校 然后他比较要成绩 就是那种管理上 就是你要什么 令出山摇洞 三军听分明 恒水模式 对 相应吧 其实现在好多 咱们天然市的初衷 也都是这种 但是没到恒水模式那么狠 对 他在学生在那个年龄段 在那个时间 他那个时候的心智就是那样 包括知识水平 知识特点也是那样 你就靠压 靠挤 靠腋 靠背 然后把它挤上来 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周末要来 就是补课呀 或者给他们自寻补点什么 再多讲点什么 但是高中这边就不太会了 高中这边 他们知识水平 就是不是说我讲一百遍 你能会的 是 对 就这么个事 待会咱们在这个比较详细的 再说这个 对 也得让王老师来说 来看 谈一谈 现在这种这些 积雪模式的 对于这个模式的看法 对 其实王老师说完他这个日常 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体验 上一期 咱跟上上期 跟小川聊的时候 在跟这个王老师日常相比 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 就是从他这个顺序来讲 第一 手机这件事 跟小川不一样 小川 天津市还是比较开放的 全程 对吧 你在家里 你都不能用手机 收走了 家长就没收走了 在家里是可以用 但是他 他就是 家长为了不影响他 不会太给他用 但是你根本就带不到学校 进不了门 对吧 天津能进门 对 第二个四点半 下学了 对 小川这是初中 人家也得忙到五点多钟 对 他忙到五点多钟 他说老师忙到五点多钟 学上四点半就走了 学上五点一科 对 他们后来 五点一科 小川是初中就要到七点多钟 太急 那期节目你也听了 你怎么看小川 我那个我觉得 小川不是说怎么看小川 看小川这个学习模式 集训吗 我天哪 就是你弄个 我说句那些什么点的话 就是你不用找一初中生 你找一宝安 对 咱不能 你不能这样 行业骑士 就是 你正确不正确 我这么说你干什么问题 我找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 他的学习能力 跟这帮初中生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 然后我把他拉过来 我集训他一年 他可能考虑不会差到多少 就是 我觉得是 就是咱待会 可能会聊到这个话题 就是从学校到老师 到家长 到包括大环境 其实对我们的孩子的 这种焦虑的心态 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有一种可能是 就是小孩会说 这个年龄段 你不压着他 他就起飞了 他就不学了 他以后就 也有一定道理 对 他有一定道理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你因为怕这种事 所以你就循规蹈矩 当着之前的模式去做 之前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们就继续这么做 反正没问题 但是小孩跟每一代 也都不一样 不一样 小孩也在成长 他的认知 各方面也有变化 也都不一样 但是你觉得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其实各个地区的竞争是不一样的 尤其在高考 这肯定有 比如天津 可能那天你跟我说过 天津去年的考证9万 咱们就从这个说起 我的天 咱们就从这个说起 因为我说 现在我身边有一些家长 就是在我微信的群里面 什么公众号上的一些粉丝 什么的 说我在北京工作 两口子 然后孩子 因为我们没在那种大国企 或者说什么央企 或者什么那种银行 拿不到北京户口 所以我只能是把孩子 通过之前的 比如说蓝印 是吧 现在的积分落户 引进人才 这种 就是说办一个天津的户口 对不对 引进人才 对 然后办天津户口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比如初中 我就来 夫妻俩有一个人 挪到天津来工作 陪着孩子 或者说找一个寄宿的学校 因为现在咱们很多 都有寄宿的那种 对 这样 为什么呢 就确实是他们就知道 就是说天津市的压力会 升学压力要低 就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看到他的 Top10或者Top50的录取率 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大学 比如清北 他录取率一般般 咱们说是 实话是说确实 但是总共211的 985这些 还行 对吧 因为本身天大难大 他就是985 对吧 收不少人 收北京 天津市本地的孩子 就收的很多 收1000多的人 对 然后还有很多211 至少有几个211的学校 我印象中 对 所以说这个对于他来说 咱们就说一本 一本的录取率很高 就像之前王老说过的是 他大部分的孩子 如果说是按之前的 那种一本二本的 这个概念来说 可能只要你别太 玩疯了那种 基本上本科 老老实实学的 本科二本 就是普通的院校 比如理工大学 是吧 等等这些 工大 对 这些就是都能给你收了 都能给你收了 除非是那种 真不想 真是不好好学的 或者说他有其他的出路 他没有必要 对 这条路 对 可能去国外还走一批 对吧 去国外走一批 所以说天津市 这么长时间的 当然也不能说 他没有好学生 也有很多 对吧 像什么 像张总 老崔 像猫叔 这种 跟他们俩人聊天 那时候说的 说咱们聊了中考 然后猫叔说 我没参加过中考 多可惜 张乐聊 张乐说我也没参加过 所以说 在这个层面上 就是天津市的 本地的人 咱们不说后来 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拿到天津户口那些 或者买房子的 本地的那些家长 尤其咱们那一代 你可以回忆一下 其实还挺佛系的 对 就是你学习 考个90多分 挺好 我们还考90多分 我考 我五六十分都考不了 我们还考90多分 挺好 但是你要再换到北京来 北京现在的状态 或者倒退五年前 倒退十年前 大家也说 北京录取率也不低 对吧 跟天津差不多 其实在总的数据上来看 北京的大学的录取率 或者说是重点大学的录取率 最后的百分数 可能还比天津还高 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可怕了 对吧 他就是因为就可能是 那些 就是那些 原来的学霸 就是他在父母那会儿 就是通过非常非常艰苦的学习 考上的北京的好的大学 留在北京这批人 孩子都大了 都上学了 跟天津这边的 他成长路历程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说我就现在 就是特别想 让这个就是真正的老师 班主任这个角度来 来说一说 现在就是当下 现在家长和孩子们 怎么去看待这个 这个他即将迎来的这个高考 和他们的出路 我问到的学生 很多还是会 就是愿意面对这个挑战 愿意参加高考 我们班至少说 没有一个现在说要放弃了 要放弃 要出国 要换路的 有一个姑娘是要 好像是要走美术那边 但是她也没说对 就是还是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 所以大家都还在朝地方走 只不过我能感觉到 小孩们的那种紧张 我其实是能感觉到的 他们会对自己的高二高三 会挺累 也会感觉到 我能感觉到家长 对这个后面孩子们的考试分 有怎么说呢 有期许 排名吗 现在官方是不排 官方不排 但是还是会发给家长 会发给家长 自己学生的成绩排名 但是因为我们学校 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排名不代表 那么大的一个人们 他不像一中那种 六百多学生 一排挺大一个谱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他就是变成了一个 家长会有期许 但是期许没有那么严重 我就是像刚才张总说那种 就是可能在一中那边会更明显一些 就是像您说竞争压力 排名 分数 包括就是能说吗 快班 可以 现在这个是必然的 快班 就是那边会 因为高竞争 高压力带来了这种 我们说绕路 我们说其他的方式 因为他有这个 暂且说他是天赋 有一些孩子确实他天赋好一点 他可能会去拼一拼自招 对 对吧 因为他能绕过一部分 一部分 对 所以可能 就是现在其实 那个王尔说的是 现在的孩子自己 其实在这个年龄 就是高中的这个 十五六岁 十六七岁这年 他自己其实已经都有了 很强的这种 就是自己希望能够成绩 要上一个台阶的这种 他们会有 有的学生会有想去的学校 比如说我们班 有那种比较偏文的那时候 那天突然跟我说 想去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 我知道 对 广东 广东那边 对 济南大学 对 想去那边 然后有想学一的 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方向 因为现在有选课走班 这个事 所以因为你有选的方向 你要选你配的那三科都是什么 然后你有想学一的 就被迫得学物理 对吧 就生物化学 对 你要学临床 必须是权利的 你要是学那个 学药学 或者学其他的 可能不学物理 可能学其他的 然后就是你要配套着来 然后因为你必定要考虑 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那你考虑以后到 以后出路 你就要考虑专业 考虑专业必然要考虑学校 考虑学校就要考到自己 两三年之后 要面临的这个考试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就是像刚才咱说的一点是 所谓一本二本现在没有了 只有本科跟那个什么 然后马上的这个成绩分数 也跟之前的评判方式不一样了 原来可能七百五百分 然后什么六百多五百多中本线多少线 现在没有了 能给家长朋友们再详细的讲一点吗 就是现在因为天津市是选课走班 所以是三个主科与数外 还是一百五十分高考 对 还是一百五十分每科 三科是四百五 然后但是剩下的三科的话 比如说我选全理 朱总选全文 那完全没有科比性 现在有文理班吗 没有 也没有文理班 也没有文理班 都没有 就是自己选 高二的时候不分班了等于是 对 就是没有分班的必要了 因为每个人选都不一样 我选物理政治生物 你选化学历史地理 那咱俩就风把牛不相提 咱俩怎么比呢 所以就是它有一个叫负分制 负语的负 一个贝 一个五 负语的负 负分制就是说 我把你的这一颗成绩 在全市拉一个总排名 拉总排名之后 你是前2% 你多多100分 你是前2%到5% 你就是97分 是一个相对分 对 它其实不是卷面分 它不是卷面分 你的卷面分是负到你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映射一样 投到你的排名上出现一个你的成绩 那我们是用排名成绩来 这个负分来 最后加到你的总成绩上 来最后多一个分 所以 就450 再加上后边那些 对 是这样 所以就是你像我们之前可能聊天说 某某孩子考600考650 哇 真厉害 是 是 是 你现在想 只要你那几颗都在全市前5% 你那三小颗就能是 相当高的分 前5%就是285分 对 对 那咱们平时讲 甭管说天卷 难于简单 你李宗考285 也不那么容易 但现在来说 你三个小颗只要都在全市前5% 你就是225分 这个分数的计算方法 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 就是家长们可能也会在意说 某某学校 那个600分以上多少人 什么 是 肯定是这么小 什么600分以上多少人 我就是包括今年中招时候 我还跟他们说 我说 您这数就听到今年 到明年 这数是一点用的没有 因为现在高考这波学生 都不按这数计 今年还是按原来的方式 不是 今年已经是新的 现在的高三是第一波新的 就等于今年6月份考试的那批人 还是老的 还是老的分 对 他们还是之前的那个评分方式 就是分文理文 然后全理全文 那样的分 从今年的新高三 就是等于明年考试的时候 就已经是变成这种 就已经是负分制了 对 就已经是负分制了 那就神奇了 所以负分制的这个优势和劣势 其实挺明显的 优势就是说 大家是比较平均的 对吧 你政治学的好 我历史学的好 那咱俩就完全看排名就行 但是不平均的在 就是跟原来不一样的在于 我就随便举例子 我物理特别好 我物理特别牛 但是我跟那个 差好几分的那个人 也是同样的分 对 我考九十九 你考八十一 我全是第一 你全是第二 咱俩都一半 拉不开 我知道了 对 他就变成了一个 纯粹靠分数党来划人 那就是 对 他这个 就评判标准不一样了 就不存在一分一操场 这问题 对 他是不是跟IT企业 重考是一分一操场 对 单考的尖字生 也会变得特别吃亏 对 因为随便一考 我拉那个三十分 但是现在 是 他这个有点跟那个 一启动 那个 Windows似的 你的那个 开机速度 已经干掉了 99.5%的人 就这种 是不是 然后结果旁边 那个 配置特差 那笔记本 也是99.5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他 就是这个 绝对的 评判标准 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 那具体 今年就是 有什么新的变化 还得看今年 还得看 对 那岂不是会出很多 同分的状况 对 所以他会在之前 那个 那语书外这个分 就很重要了 对 语书外的分 语书外一分 也好多都是 那个285 然后就拼前面那三 对 语书外的一分 是一分 然后英语是考两回 考两回 我知道 英语还会有口语成绩 之后还是怎么怎么 目前好像 我没听说 有口语 可能是我不教 那体育 也还是原来那个分值 体育高考没有 高考没有 高考只有达标 高考不考体育 中考考体育 中考考体育 中考有 中考的帮孩子 要没有体育 神经了 天就坐屋里12个小时了 幸亏他没有体育 还能出去跑一家哥 现在孩子太懒了 我们那会儿都不用 都是老师上课之前 去抓去 篮球架子底下那几家 赶紧给我回来 咱得聊聊学生的心态 我特别想问老爷 你上高中 你高考了 我高考 现在问好了 这帮人经常有 你保送 比不过他们 其实我可以不高考 但是对自己有误判 结果高考了 还得补一句 太自信了 有误判 你高考之前 你是什么样一个心态 从高二开始 到高三这两年 你什么样的心态 我觉得其实这事 可以结合刚才说的 竞争的那件事 就是我父母 我本身是一个 相对来讲 比较佛系的 这样的一个父母 所以结果就是 其实高考前会努力 但是努力这事 也跟现在的小孩比 我觉得至少差远了 差两个量级 所以高考前 虽说所谓的叫做 临时报佛酒 但这事也没怎么报 所以最后就凑凑活活 就考上了 其实 所以为什么 就大学学了化学呢 原因这不就是因为 除了化学 什么专业都学不了吗 因为那这 化学专业那么惨 那这是属于就是 全国来讲 所有人不学基础学科 就是那个录取率 会 就是成功率会比较高 你报志愿的时候 是那个意思吗 志愿 那这高考志愿 不是有一个叫做 你事发 服从分配 对 对 你所有服从分配的 都是学化学的 这么回事 那个对 比化学好一点的是物理 那化学还行 化学还有女生呢 有的科目 服从分配完之后 我都没 一个系都没几个女的 我们班30个人 7个女生 是啊 我们边上那个物理专业 俩班60个人 一个女生 对啊 对 那女生是不用选 就是细化 特别花 这个人视角独特 进来就挺牌 对 我们学校男女比例 1比7 就是刚到学校 就吓一叽叽的往前走 那个 这个 不知道 这叫什么 不知道吃饭去哪 找食堂往前走 看前面有一人过去 师兄您好 这个请问 不好意思 师姐请问食堂 太黑了 就是属于这种 那为什么我说 这事也得反过来 结合叫 刚才说那个竞争的问题呢 虽然就是 就 其实就能看出来 我那阵 其实并不是特别 玩了命的学习啊 但是站在我父母的角度 虽然着急 但是跟现在的父母比 没那么着急 但这事 我是毕业了多少多少年之后 尤其到了北京 我爸妈在北京 跟我生活了三年的时间 然后再回来了 他们重新再看竞争的这件事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老旧的孩子 比我小一寻 也是你们学校毕业 在北京上学 在天津 天津上学 然后高中是王老师他们学校 不是 他想去 我们想让他去 他没去 不好意思 然后 跟我一学校的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明显我妈 他在 对这个 我这个表弟的态度 和对我的这个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那不是亲儿子 嗯 就是 对 就往死里逼他们 但是没有用 但是没有用 就因为 我觉得 之所以 之前 当年很多 家长佛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家长没有看到 整个这个国家的变化 会加速竞争 嗯 就是他没那个 意识到这个教育的 没有考虑到历史进程 对 然后 我爸我妈就是 虽然没有明确的 聊过这个问题 但是很明显的感觉 就是他们 他们的经验 还是他们在上学的时候的经验 就是 我有一个还不错的学历 嗯 就行 高中他们认为 就是还不错的学历 我毕业之后 就能找到一个 至少我能找到一个 工厂工人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稳定 稳定 收入不错 嗯 且 在我爸爸的概念里面 就是管理层 就应该比工人拿的少 因为 他的那个年代 哦 是 就都是这样 嗯 然后待遇最好的 就就都是工人 对 无产阶级 对 无产阶级 统治一切嘛 对 嗯 然后就真无产了嘛 嗯 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意识 然后我再反过来 我再跟我我妈 我说在在强调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有很多的同学 包括我上班之后 有很多同事 家里边的他的父辈 或者说再往上倒两代 就爷爷奶奶老老爷 这一辈 他们本身也都是所谓的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读书人 对对对 或者是来自于 类似于比如说军队体系 或怎么样 嗯 他们对孩子的教育 就和这种 非常严 工人家阶级 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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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就逼着你把该看的 他们认为有用的书 该看的书 你要看了 然后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 也不是说你简单找个工作 就就就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上大学 我觉得我是在天津上的 我的初高中 很多朋友在北京发小 对比之后就发现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 我估计大约学校 可能最多10%到20%的人 考虑的是本科毕业出国的问题 然后我去北京的时候 清北就不算清北 哪怕是北京的所谓的 北理工北行 北行北游 对对对 大约只有10%到20%的人 不考虑出国 不考虑出国 他都会想 是不是要选本地的研究生 还是说出国再去 对对 然后然后这帮人 当他们成为父母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结婚早 现在的这帮孩子 可能也就上小学 如果结婚再早一点 就上初中 对对 差不多都是这样 差不多吧 对 那么又又又由于这个 整个中国的进程 和互联网的进程 就会有一大批的人 从事互联网 及其相关行业 这批人在我看来 其中绝大部分的比例 就是从小努力学习 好好学习 走一条所谓的叫做 正统的学习 考出来的这条路 是 那在他的角度里 他自然知道 努力的重要性 他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他也知道北京的竞争 是多么的厉害 现在特别可怕 他往死里逼自己的孩子 就完全和我父母 对我的那个感觉 为什么我说是差两个量级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北京的就海淀 所谓叫海淀的家长 这是一批 另一批就是我在 因为我现在就住在 后杀狱这块 顺义家长 顺义家长 我也能看到顺义的这帮 顺义的这帮人 我不是不往死里逼这个孩子 而是他们逼孩子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家长 我觉得和我父母当年 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就叫做 他们非常清楚 当孩子走向社会之后 整个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社会 你哪怕你做一个说 我要做一个厨师 我要做一个花匠 我要做一个插花师 其实在他的领域内 也是面临着极大的竞争 你要走到最top的地位的话 在任何行业都 任何行业都一样 并不比你所谓的叫写个程序 或怎么样简单 但是其实世界上总会有top 和总会得有不top的 这就是我说的 只不过就是所有的孩子 所有的父母 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变成不top的 是背领的 而且top也是看 你是横着笔还是纵着笔 对 而且这些家长 大概率的情况下 是从普普通通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到了一个top 准top 他认为我的孩子 也应该这样路径依赖 他就往死里压这个孩子 就是我刚才最开始说的 这个咱们好像聊过这个事 第一期的时候说 对 最近依赖问题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现在让你穿越 回到你小时候的那个时代 对吧 你附身到你的爸爸妈妈身上了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或者什么样一个方式 选择什么样的路线 或者说是来教育你自己 这事我真想过 这事 我可能在学习的这方面 不会像现在往死里压我 当年的自己 但是 但是我会在知识面的角度 就比如说我在 我在本科毕业之后 我大约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在那个节点之前 我认为读历史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你每过一天 书就多一页 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但是我基本上 那个时间点在往后 我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要读历史 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 读了历史 但是 又不按照历史 进程去瞎搞的人 还有一种是 读了历史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不读历史的人 瞎搞的人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所以如果是我附身回去 我可能会让自己的知识面 在很多的东西 我会让当时的我去多读书 但是至于在学习上怎么样 其实也是看明白了 你就算考的不怎么样 其实你的选择范围还是很大 但是有很多到了社会上之后 这事可能就变得就不一样了 它反而是除了语术外 除了什么物理化学 政治地理 它需要用的东西很多 但我可能在30岁之前 都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 这个也是我说的 所谓的叫书香门第的家 家庭或知识分子的家庭 或者是为什么 抵御 对 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 叫做有不对背景的家庭 其实他们对这件事的理解 如果只说历史这一件事的话 他们对这事的理解 和普通老百姓的理解 是完全不一样 能理解 所以这么看来 在我看来就是 我可能会 如果附身回去的话 我可能让自己节省20年的时间 这只说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最近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会分清两种人 你问问你闺女 你现在要是附身在我身上 你会怎么办 我闺女她其实 她也是根据年龄的 因为她9岁10岁这个时候 她还没思考那么深 所以没有办法问 你问老 就是说咱们这一代 或者比咱们大一点人 我回去选 很多人 就分成两派 很多人就是说 就是我要如果回去 我一定让我自己好好的学 就是再多学一些 然后再那个 再努力一下 就是我督促的我自己 我小时候的自己 能够多努力 能够考得更好 然后能够更多的去珍惜自己 那个时光 有些人就说 没用 我要是回去之后 我学什么 我就玩 对吧 可能我们同学玩的那几个 现在混的都比我好 我就带着游戏 同管秘技回去 反正有两派人 反而可能现在学习 有一些学的 确实还考得非常不错的 有一些人 他会觉得 其实你多考那么 二三十分和少考二三十分 并没有太大的 对人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后可能我那个年代 我因为我自己光看书了 光在那学习了 我失去了很多的去开阔视野 就刚刚你说的 开阔视野的机会 我什么都没玩过 对吧 等我三四十的时候 我再翻回到二 别人说我天天在外拍毛画 我去砸石头 爬土坑 我都没爬过 我就光在那学了 我觉得他亏 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应该再往前卖一步 可能我从一个二本 对吧 我高考多考个三四十分 其实那个分数 如果往前挪个三四十分的话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能够卖到 比如说天大难大 或者卖到一本的门里边的话 可能我的世界 可能会又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 更广阔的一个舞台 或者怎么样 都不一样 能分出两拨人 也就是说 像今天刚才的问题 如果让我们现在退回到 之前的自己小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几种选项 第一个就是 我现在缺什么 我想从那个时代 我补回来 一个是我现在成功了什么 我想那个时代的 我再多做什么 买个房 对 这个事不能提 这个事那就太流氓了 那你买股票 不是也行 买彩票 就是我就在想 那个时代 我缺什么 就从我个人上讲 我觉得我缺乏社会交际能力 社会交际能力 对 然后我妈管的我比较 就是我妈 现在范范说的情商 对 这事可虚 我妈是老师 然后就只要看我不学习 就 对 就盯的比 就算那个年代比较紧的 对 就是我跟我们学生 讲过这故事 我们家电脑 那是大批有显示器 后面那根线 叫我妈拔走了 拔走之后 电源线是吗 对 电源线拔走了 然后从电饭锅后 找根线插上 聪明 接着玩 然后我妈又给拔走了 就那样 就天天斗智斗勇 天天闹 然后其实你想 我有时候也在特别去想 如果那个时候 你让我坐那多学一会 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让我那个时候 不是说玩肉系 是说 如果就是 多出去见一些人 或者多出去了解一些事情 我觉得 多看一看这个世界 对 会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 就包括上回跟李大夫聊天 就说 现在的小孩 就是他们的眼界 跟至少跟我那个时候 已经很大的不一样了 他们去过的地方 他们读过的东西 他们所观察到的 接触信息的媒介 跟咱们那个时代 都太多的不一样 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 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一点 是绝大部分的城市的孩子 他们不缺 并不缺法 并不缺什么 就是物质上面 物质上面不缺什么 物质上面非常非常丰富 可能机会上也不缺什么 机会上 那就看 看那个 机会上 我的起点了 对吧 你父母在哪个阶层 对 什么样子 物质上面 即使是你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 就是说 那个职员的家庭 对吧 但是你不是那种 特别 特别 收入特别低的 那个家庭的话 那其实 比如说小川 和北京的某一些孩子 其实差不多的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穿的 用的 吃的 差不多 没什么太大区别 他们 就是 哎呀 怎么说 没过过苦日子 那种感觉 对 他们就没有那种 原生的要 要突破 但是我觉得 过过苦日子 这也不是成功的 必要条件 不是成功的条件 但是他们会更 就是更早的 让自己更成熟一点 我觉得现在 互联网已经 带场了这件事 让他们更成熟 我觉得现在的 前两天去 王老师这个学校 我和李戴 我发现现在的学生们 还是比我们当年成熟多了 对 对 然后再说一个竞争的话题 再说一个竞争的话题 是刚才林总说的 就是 我想起 我在上学生生的时候 我上学生生是 天师大 这可以说没事 然后天师大物理学院 然后我周围的同学 我能这么说 95% 都是为了 要一个证 拿到这个学位 对 要一个证 所以他们 但是他实际上 他最后并没有当老师 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是物理学院 是为了搞研究的 搞研究的 他的本意 不是为了让你当老师 教育学院是为了当老师 现在师大都分开了 师大叫综合型大学 University了 对 早名字叫师大 天津 Normal University 对 他主要是Normal 网上还特意 有人写了一长篇的文章 来说为什么师大叫这名字 初语员说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 我们那个学院主业是研究 但是考到这个学院的95% 都是为了混一张证 然后要么出去当老师 要么家里已经找好了什么 就是出路 就是出路 然后像我那时候还曾经 特别不要脸的想 我要想往上考一步 想往上读博 或者怎么着 来个中科院什么的 对 然后发现我周围完全没有 我去中科院考过 被刷了 然后我周围的也没有那个环境 然后我周围的同学也没有 所谓专业 所谓怼自己 然后往里面 没有这么大 然后我们老师也比较服气 虽然我很敬重那个老师 但是他也就看清这个事实 就是我能教你们什么 我能带你们什么 就完了 然后我们的那个 这个能说我的师母 就是我老师的 大学的是吧 对 对 我的老师的夫人 是天大的教授 我们会和天大的组一起去做 天大的组就是奔科研区的 天大组是真的奔科研区 就是真的环境不一样 他们能看到他们是有信念的 能看到 然后他们就是科研那边 是要讲论文的那个区 一区二区 我们那边发一个二区 都快放炮了 就特别开心 对 然后那边发个一区 就很正常 发呗 发一区 发个二区 就相对而言 就是物理院不容易出成绩 比材料 比那边不容易出成绩 然后 然后他们那边发一个医区 不错不错 鼓励鼓励 然后继续吧 继续弄吧 要求不一样 对 我就想到 其实我周围的那些 就是我们师大这边 周围那些想当老师的 换一个证 然后出去 带一带课 对吧 我能怎么说 带一带课 然后接触一下 然后多认识点人 也就完了 我们那个 我认识一个学长 就是研究生没毕业 就去了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中学 就是那样的 因为他经验够 能力够 然后人家就破格 就不要那张证了 就直接去了 就可以了 就那样的 所以真的是竞争不一样 但是我就是回到刚才话题 竞争 回到学生这一片来 就是真的是top的那些学生 像一中 像他们还是非常竞争 我们那些就 就是相对而言 会比他们佛系一些 没有那么怼那种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除了那个第一实验班 或者说那种最高的一个班型 大部分的 就比如拿咱们天津来说 就我了解到 大部分的事务所的老师 班主任什么的 就是咱们说的 比如说南开 药华 一中什么什么这些 其实他对学生的管理 并没有第二 就是说第二 天津市重点那么狠 没有那么狠 对 事务所是很松的 主要是孩子 那些孩子自己 积自己积得特别狠 一中有一个梗 我能说我们不知道 可以 你这种搞不好是我多少年之后 一定有一个梗 就是他们 就是我只是说物理 其他步道 我们高一的时候 每周五节物理 他们三节半 然后他们的课比我们少 然后一开始去的还半美 上课一加一 考试造飞机 就是考试考了跟上课讲了 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那中间那块空白 怎么办 自己想主意去 自己想主意 那就靠学生自己逼自己 自己觉得自己 然后他们的课没有我们多 他们的管理 没有我们那么抓的 但是其实孩子们 自己回家 回家学的还都挺 挺多的 他们的学生会有种内驱力 我必须要把这个弄破 我要把它做明白 有一些孩子就想着 就是我的荣誉感 我进了这个几个学校之后 我至少我得是一个211的学校 对 就是说我对于我来说 就是除了那个北清 对吧 像什么浙大 什么交大 这些像天大南大那些 如果考不上这些的话 我就相当于没有上大学 对 没考上大学 那些大学就不是大学 他们的率直会很高 对 就甚至说现在有一些 就是说北京的一些家长 在他们眼里头 就是清华北大和其他大学 对 全中国只有三所大学 对 就这种 然后我之前还跟张温 还聊过这个 就是当时他们学习 当时那个状态 我后来聊了 我发现什么呢 就是张温他说自己 其实没怎么学 是吧 我们那个药法 整个三年 就是没有早自习 没有晚自习 对 三点半放学 完了 三点半放飞点了 各种就是活动 盖机球 物理组 什么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他们 即使他们 他说没怎么上去 他其实那会儿学的 还挺 就还算挺认真的 那这是学上的 效率的问题 效率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真正有一点点的天赋 就是说 我在上一期 咱们讲体育的 我说这个 就是甭管文理科 他也是一样的 对 有些一类人 他就是在学习上的 效率会非常高 对 他听课 对吧 咱们先不谈什么专注度 专注力 什么这些东西 他就是听课 他就能听明白 有些孩子在那 坐那四个小时 你给他讲 他完全不明白 讲不明白这事 对对对 对吧 是不是 然后所以说有一些人 他真的是 就是不用特别的努力 他也会成绩非常好 所以这就 引申出来一个 最开始 张总聊了的话题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 家长在听 或者是 父母在听 你要培养孩子 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就是学习 学习效率如何提高 如何提高 如何的 如何的让自己 更有这种方法 能够把一个东西 能够弄明白 对对对 而不是砸时间 不是光光在那堆 对这个是 就是现在 就是包括上回 听小川那一期 像我之前 在初中 就这个感觉 就是靠时间的累加 时间的累加 和经历的累加 加加加加加 早晚你烦了 你累了 你困了 老师也累了 也困了 也烦了 不行了 然后你成绩可能会上上一点 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你 就是我们说 学习方法也好 或者说 自学方法也好 你有一个自己读到的 很适合自己的一套 摸索出来的经验 你去按那个方法学 然后逐渐再修整 这个方法会变得非常快 所以小孩就是 有时候会说 从初二到初三 会有好大的不一样 就是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长大了 他知道自己怎么学了 就这个 但是有了孩子 一部分孩子 对一部分 有一部分孩子 还是依然没开窍 包括到现在都都有 就是我在前面讲 他都快蹦下来了 叠得快流哈拉滑了 那种 比如说咱刚才说的 比如说他有一些人 他说你说他 比如物理考五十多分 五十多分现在是什么概念 就是 当然这个咱话分两头说 就是你要中考考五十多分 我说你单听话 你就死去吧 对吧 你就死去吧 就是你肯定不走这条路 就是讲一个段子 我们就是初中 现在是均衡化 他比较简单 听过这个词 不是 就是初中的学生是均衡化 这个应该可以提 就是小生初是没有名文的考试 对 我们北京全都拍位了 全都拍位了 小生初都拍位了 都拍位了 抽签 对 天津是一样 是摇号 但是你最开始的 你是可以参加一个 我具体不知道是什么考试 反正是点招的 类似 一个准入制 你可以有一个志愿 这个志愿可以让你报一个私立校 你可以报一个私立校 所以私立校的招收的顺序 是在前面的 甭管就是 对 就是私立校相应是在前 类似于要滑滨海等等那种 类似于一中的一中 一中的要滑的加成 要滑滨海 二次的生灵 大概是这种 就是他会往前排 那如果你没有考上 或者说你没有被签砸中 你报了那个私立校 人们要你 怎么就摇 就变成一种 片 对 就画片 对 然后我们要那个片 然后现在收招那个学生 就是有那种 就是完全是底的 完全不学的 也不靠学习活着 家里有矿那种 家里有矿 对 还有家里没矿 然后家里完全不看着这事了 也有 也有 都有 就是不指望这个 咱理解 但是你说你这样的学生 大家都对在一起 文口好办 念念没完 理科怎么办 你讲物理 我在上班 你底下六哈拉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理科叫分班 叫分层 初中就分层了 这是被迫的 现在也不让分了 实验班也不让分了 不是实验班 就是理科一 理科二 理科三 就是物理一 物理二 物理三 这是被迫的 被迫的 因为所有人 接受知识水平不一样 那那个 我们看男老师 男老师 对吧 应该要勇往之前 然后讲一些 最攻坚克难的地方 所以一般男老师 分到都是物理四 或者物理三 就是 然后最底的level 我上次跟老师聊了 然后讲完 然后考试 还要考七份 七份 对 那我听他说了 考七份 这是不是特别挫败感 我跟老师气 朱总听过这段 老师气的 我把答题 就是各脚地上 踩一脚 再扫 他也不值气 你气份怎么考的 就说 都答错了 也不容易 全选A的都不值 这种事 就真的是有 所以所有孩子 也不值 初中这边 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对 就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段子 然后 刚才问的是什么 我说一吵段 跑远了 刚才问的是什么 刚才问的是 我问哪个话 现在忘了 接过来了 就是返回到小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就对自己 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就说到 说到现在 然后又 刚才又说到了 他们 我是想说 其实事务所里的竞争 主要来源于孩子们自己 对 就老师 其实起到的作用 其实不大了 但是有一点 肯定是 最顶尖的学校 他有最好的 教育资源 对 这个老师跟老师 也水平也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 我再说一句扎心的 就是 往往这学习快慢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点 但是大家不太愿意说 就是这孩子是聪明 是啥 是有这个 有天赋 天赋问题 所谓的这个 叫事务所也好 叫好学校也好 就是他有大概率 能够搜罗到 他提前招吗 智商高点 在顶部的孩子 对 也有一些 靠认真努力学习进去的 也有少 特别少数 但是到高了会很痛苦 就是到高中的时候 会跟着同学 同学可能两分钟 这个就完事走了 他得弄一个小时 像张总那种所谓的 就每天也不好好学 或怎么样 那完全是靠智商来 完全靠他脑子大 他确实是 完全靠智商 对 看他脑子多大 所以这事就得跟那个 就是现在暂时还没结婚的 甭管男性还是女性 找脑子大 找一个聪明的另一半 脑袋大 是这样 小孩的智商 那你又会分儿子闺女 如果是儿子 智商百分之百是遗传母亲 如果是女儿 百分之五十是遗传母亲 所以你孩子平均起来 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智商 是源自于母亲的 所以一定要找个女博士结婚 对 不一定 女博士 这个也不一定 不一定 你找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的女博士 这很重要 这属于开玩笑 这属于开玩笑 不能这么论 这个意思是数据打我了 但这事提这一点 我给大家说一个现象 这不能叫事实 只是一个现象 我不是当时说 我在一中是初中的实验班 我们班真的还做过一次智商测试 我们班的平均值是落在了聪明之上 一百二十多 一百三 我们班的平均值是将近一百三 一百三 是什么市场测试 是吗 不懂 我当时不懂 他就说 应该是为师 我们也测过 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们班这帮学生里面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在考试的时候 留出来一部分时间 找试卷里边的出题错 他们耀华当时也是说 录取的基本都是一百三以上的 我记着 对 所以这事还是75% 靠妈妈办 给老师压力好大 出卷出题错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也不好教 压力好大 对 就是说咱们说中党 就是说不考虑那个一百五 一百五 我现在 就因为最近一直在写文章 或者什么 接触了很多 很多一百五以上的 智商一百五以上的孩子 那些孩子真的是太 太没法说了 就不可理喻 我多理喻 一般孩子是个 什么样的 他有很 他有他有几种 有一些是非常非常的 那个情商高的 有一些是那种 非常的那种 咱们不能说他自闭 就是他是 他是有 比较大的性格缺陷的 消的那种 对 他是他是 比如说上课课就走了 就因为想起来什么事 他就突然就跑了 就出教室了 有一些孩子 有一些智商非常高的孩子 是他能够知道 家长喜欢什么 比如说我 他会装出一封面 不是装 他就是那种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善解人意 他可以知道 我现在什么状态 然后妈妈会比较高兴 同理心 对 就是我爱学习 学习使我妈快乐 那种 但是他自己喜欢的事 他会安排好时间 就是我先 我先满足了 你们二老的需求 心理上的需求 然后我在玩 我在干我自己的事 那这种真的很帮 对 然后有一些孩子是那种 我就是所有的事情 只要我喜欢的 我能够特别牛的把它完成 可能就是说 我小孩五六岁 就把高中的题就做完了 就能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 要不然就是突然就是打 打同味一下 要不然就是就是上课就跑了 就是也不能说他是多动症 对吧 也不能说他是什么自闭症 但是他会有一些波动 波动会非常大 天才的时间 对 是我们普通人不能理解的 这种孩子好 对 波动会非常大 就是两种 对 然后咱们就说 这个120 103的这个党 就比如说咱们在 就是说事务所 或者说北京的 像任大富 像一些北京的 像什么101中学 像北大富 清华富这些招上来的这些孩子 其实他因为生缘好 因为这个学校的牌子硬 他能够吸引很多的优秀教师 对吧 就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那个一中 说让王老师你去我这来 对吧 然后呢 我给你薪水降百分之十 那你去不去 降百分之二十 他都去我估计 就是这个 你就是说很多 王老师已经开心的笑了 就是很多老师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教育水平不错 我通过一些方式 或者说学校反过来通过一些方式 能够把一些好老师solo过去 这样的话 他在教那批中档的孩子 他能够出非常好的成绩 当然最顶级的老师是什么样 最顶级的老师 你很差的学生 他也能把你加工成 就是成绩还很不错 但是不能到最高 但如果是很差的学生的话 其实他的能力方面 他的学习习惯是另一方面 如果能力很差的话 那就是靠挤 学习习惯差的话 就是靠挤 他其实还有很多批他的方式 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极端的例子 有一些可能他对这个 比如说物理 他可能对这个物理完全 没兴趣 对 但是他遇到一个好老师 他老师讲了一次课 他就觉得太好玩了 对 然后我就突然的觉得 跟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对 就是这样 就是也有这种 就是像类似那种 特别就全一辈子都 投身到这个行业里边 每天就是只想着教学这个事 或者怎么样 那种老师也有 有 我上高中的时候 换了个语文老师 我语文成绩能长30分 很正常 我跟你讲我们的故事 我初中的时候 初二的时候 我换了一个代数的老师 换完半个学习之后 我们全班的代数的平均分 是27分 干你们做游戏吗 不是 他就是这个老师 自己都讲不明白 对 经常自己 我也见过 自己给自己就绕 要晕了 对 然后这没法听了 这课你还怎么学 然后赶紧把这个老师换掉 到了下个学习 粉就上了 这个完全就是 我的疑虑 就是我在这个学习历史当中 遇到过很多这种 很奇怪的老师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把自己换掉 他之前不为课吗 也不准 不知道 不是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人 他真的是自己学 能学得很好 他就是讲出来 不是不是 那个老师后来 就是到了后来 我们在回推这件事情 去年我们在回推这件事情 突然我们意识到这件事 后来老师自杀了 他可能是有抑郁症 他可能对了 他自己就已经陷在里面了 考了7分的孩子太多了 就是抑郁了 抑郁了 多财两家 还好往往的学生也没有 没有7分 高中没有 初中都是那样的 初中不少 聊聊家长 聊聊家长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正好把那个老师揪来了 聊点敏感 我全说 聊点敏感 对 反正也没有具名 我全说 就是很多家长 比较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会不会 对自己 比如说班主任 或者说你认课的这几个班 会不会自己对这几个 这些孩子会有分层 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 这几个孩子 我就是他们问问题 他们的那个什么 你自己在主观上面会有一些倾向照顾 然后有一些 我先猜一下 我先猜一下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人之常情 是 这个其实也是家长挺关心的问题 越大越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孩子比较没有存在感 就是他不是最差的 也不是最好 但是他中间 可能如果在那些大班的话 有一些校 他可能一个班60个孩子 或者一班50多70个孩子 甚至到 就是老师在感情分配上面 或者关注的 叫什么 关注的重点分配上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上说 第一个就是刚才朱总说的 人之常情 这个肯定会 又透脾气的 又不透脾气 但是我作为职业也好 作为我的责任也好 我要尽可能摒弃掉 这种人之常情 所以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是我尽量让每个人 都有平等的这样一个观念在里边 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个 不太好操作点 我不是推责任 但确实有一个不好操作点 是我可能给每个人笑脸 但是每一个学生 不一定给我笑脸 对 就是你像 就是咱们也说服务业 或者怎么样 我今天冲你咖咖乐 你冲我咖咖乐 行咱俩OK没问题 然后说什么话 给个面 怎么着都好办 我冲你咖咖乐 你冲我一张苦脸 我冲你咖咖乐 你冲我一张苦脸 我 你何必呢 对啊 对吧 男听话 我闲的 对吧 所以就是我接触过 不少这种学生 就是你说他 就是紧张也好 但是这么长时间 不可能紧张是吧 你说他紧张也好 你说他好面子也好 你说他什么也好 就是我这儿哼哼说着 我那儿 他就是不跟你交流 他就是不说话 就呆着 那你 无感 对 那你我怎么 那我只能不理你 这是第一种 再有一种就是 就是我又变成 投诉情况 就是诈刺的家长也有 普通话怎么说 就是挑事的家长 就是事比较多的家长 比较事逼的 对 你事多 那怎么 那我就不理你 那我不惹你 乌鸡娃子吗 对吧 这是这种 但是刚想问这个问题 但是就有没有这种 但是这种家长 我只是听说过 我自己没有遇到过 我听说过 就是最近听到 那个例子就是 我们还哪都对 就是这种家长 肯定有 就是我们还哪都对 特别互毒子 你说吧 你说我们还哪 我们还虽然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但是我们还确实是好孩子 然后你就说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他自己能掰手 就数四五个 然后能告诉你 我们还确实就是好孩子 本意不坏 然后你就看了那只手 你就钻起了圈头 对 你还能说什么 那就别惹他 那有没有那个家长 那个就是说 特意找到你说 帮照顾一下我们家 或者说那种 人之常情都会有 对 或者找到那个 就是跟学校有点小关系 或者什么 通过学校方面 家长 怎么说呢 都有点被害妄想 被害妄想 对 都怕老师在学校 对 怕起了 冷暴力是不是 对 一开始跟我聊 不止一位 好几位 我在之前 现在就都有 就是我跟你们谁谁谁 认识 谁谁谁 有的时候 是 有的时候 暗示你 对 明示暗示 其实可能就是见一面 吃过去吧 那种 但是可能是聊一会下 但是他都会暗示你 然后一般我就听一下 听完之后 但是真的话 唠到底上来 我跟家长也可以说 这事 其实跟家长 没多大关系 唠到底上来 还是您的孩子的 情商和表现 是否OK 还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 还是就是从孩子身上 你家长怎么使劲 你们孩子 对吧 也不行 你们家长怎么不管 怎么放任 你们孩子特别优秀 也OK 就是主要我们面对的 还是孩子 面对的还是孩子 你家长怎么使劲 也是一个第三方 那我接下来又有一个 更敏感的问题 好嘞 就是老师 就咱们不说大面 老师就是你 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就是你怎么去评判一个孩子 他的优秀 或者他的 从我的角度上看 学习成绩是一方面 我对学习成绩是 就是我比较格色 我觉得学习成绩 是你工作的一方面 但这个工作的一方面 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所以你学习成绩好 我当然很佩服你 但是你学习成绩 不特别好 然后你 但是你特遭恨 也不行 特遭恨也不行 对吧 一般我就不理你 然后你好 给你鼓掌 然后一边来下去 对吧 就这样 那我能说什么 对吧 是 对吧 我哄你一句 然后你卷我两句 对吧 对吧 就是哪种 就是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 放一边 那是你工作的表现 这是一个参数 对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来募 但是其他的 就是看你孩子 情商 能不能正常沟通 和老师沟通 对 和老师沟通 然后跟同学的关系 能不能比较幽默 我特别不爱用这个词叫正能 但是确实这个表现是一个测写 一个测写 就是总在班里散发那种负面情绪 借不行 那不行 借不行 那最后就是 就是你不行 那就是你不行 对吧 那就是你不行 所以能沟通 能开玩笑 幽默 然后情商比较高 然后大概就是一个综合考量 你觉得有没有像 咱在管理公司过程中 看员工这样一个感觉 其实也对 类似 很类似 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讲的 但是员工家长不会找你 你如何的话 培养孩子能够跨出校门之后 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 就在于后边这些了 因为花校校门之后 不一定你那个在大学里的分高 你就牛逼 你就能够那个 这个确实是 往上爬 我特别怕的一点 就是我上回跟李大夫聊这事 特别怕一点是 你现在就真的说 你的工作成绩特别好 你确实是成绩分特别高 但是其他的不会 对 我们那就是 我不能说人还做的不对 人还要自己选择 下楼跑步 下楼锻炼 大一小抄 下一倍单词 我就 那话能不能说 对吧 我就那什么了 我说你可能吧 你那一边跑步 一边背单词 你背下来 见活鬼 但是不知道是行为艺术 还是就是 行为艺术 我觉得是行为艺术 就个人喜欢 他可能就是一种仪式感 就是仪式感 一种隐子 就得抱着下 其实呢 咱说从学校来讲 或者什么来讲 你什么事情 专注度 投入进去 坐一会儿 这个事情完全能做完 你何苦何要 跑步去背着那玩 那种还一般 成绩真的不低 我接触过的不低 但是除了成绩 其他的还得练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这一段是 这个挺重要的 对于那个听众 对对对 听友来说 比较重要的一段 我觉得是 人之常情 谁都愿意 跟能合作的人合作 我觉得现在的 就是 现在的这个情况 跟咱们当初 或者像 相见之外当初 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年代 可能我听说的 那个家长拎过来 老师没事啊 我们还随便过来 不行踹都行 没事 老师真踹一脚 没事没有 现在你 你弹他一下头发 我天 监控拍来 明天你就 对于我来说 其实没事 有一批家长 是不care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些家长 确实他会比较事 超过一半的家长 都不行 对对 你踹他一脚 他能踹死你 对吧 你敢逗我们俩孩子 跟你弯命 对吧 明儿门口 那另外 还有一个词 就是说 很多孩子 家长会提到 就听话 你怎么去 去理解 听话这个事 听话这个事 对于家长 就老师来说 他会不会是 就是说 获得老师好感的 比较重要的一点 从老师的角色上看 从老师的角色上看 听话是一个 非常易于管理的情况 您之后也都当过 对对对 管理者 易于管理 从合作者的角度上看 我不喜欢听话的人 从我个人想 你全听我的 你有个人主见吗 什么事都我拿主意 尤其是在高中以上的 尤其是高中之后 那不可能全是我拿主意 那你们自己怎么弄 然后从以后孩子 个人发展情况下 我更不建议听话了 因为你要把你的自己 想法表现出来 对吧 就是我们会见到 不止一例 好几例 就是非常听话的 甚至说男生 就是男生 男生就是很乖 对不对 从来不捣乱 对 听众可能看不见我的表情 就往这一做 就这样 然后你说什么 都是这样 行行行 特别大家闺秀 把这个卷子做十遍 好 然后让干什么 就马上干 你甭管效率高 但是会很省心 肯定给你干完 对 老师非常省心 老师管家很省心 但是这种孩子 不合群 而且就是只是老师喜欢他 他就变得非常的 被孤立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做的全对 对啊 本来就是 他又觉得自己做的全对 这符合普世价值观 我满足了老师的要求 然后我满足了我的任务 我把我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老师觉得他 老师都提了冤的 但是班里同学或者也好 其他也好都不看好他 因为就是不合群 所以听话是一个 从老师的角度上看 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品质 但是从合作者和从这个 真正他的未来 对 真正他的未来 我建议那种 就是越往大的孩子 越要有自己的想法 越有想法 越要合理的表现出来 因为我从我的角度上看 老师和同学和学生 是一个合作者的关系 没有谁高谁低 只不过说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站上讲台 我说什么 你先听着 有什么话 你私底下在跟我说 但是你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的想法 你说你是同意 你是不同意 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沟通 那还是会有底线 对不对 你不能打扰别人 或者怎么样 你不能打扰别人 然后学校如果说 有统一的规范 或者说上面 有统一的文章下来 你别在底线 闹闹闹 那肯定不行 但是你说 百百百听话 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 也不太好 对 不需要这样 这样的人 因为对孩子以后 没什么 你不能光听话 听话肯定不行 就是 接触的案例会有 然后之前有学上是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就回到刚才学校的 那个问题了 就是初中的时候 我教初中的时候 让干什么干什么 让写什么写什么 让学什么学什么 让念什么念什么 让背什么背什么 让记什么记什么 就考完了 跟别人差一大劲 女生居多了 男生居少 你会觉得他 其实学的特别认真 对 但是实际满波 实际上的效率非常低 效率非常低 那你说这样还是情况 听 听完他学了吗 也学了 但是效果不行 效果不好 不知道最后落在哪了 这个又是最后的一些点了 对吧 就是我们还是回到了 那效率那个问题上 学习是要讲方法 讲效率的 对 这个现在就是 能不能给家长点 这个小贴士或者什么 能不能怎么去调整 太大了 对 太大了 太靠个人不一样了 因为 就是现在外面 讲学习方法 和学习效率的东西 其实挺多的 然后如果关注一下的话 肯定会找到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东西的阻力在于 我个人比较偏见 一个是 就是如果你去听这种课的话 你当务时间可能骗子都比较多 对吧 能想到外面一个男人话筒的 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学习效率的问题 看开始讲 对吧 跟卖房的差不多 对吧 卖的可能不是房 然后再有一种就是 这种学习方法和学习效率的培养 是需要时间和磨合的 而我们的家长也好 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自己 很多时候不给自己这么大的空间 去实践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内区的一个事了 不给自己的 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么做 可能对 我就做了 但是我就假设我是学生 我做了一个礼拜 我发现不对 然后考着分还是特别低 然后家长 你怎么弄不行 你怎么弄 这怎么着 你还是 原来那个吧 你听话 原来那个叫做 可能只是你没适应 可能只是你需要哪 扭转一下 但是这个 可能高中的还好吧 高中可能大部分的家长 都不会做高中的题了 要是多 网上那个段子 小学的时候闹会的最凶 所有都会 到初中的家长就不太嚣张了 开始闭嘴了 少部分家长还说 你这个题 这题你都不会 到高中 儿子 这怎么做出来的 看一看吧 这你都不会 这我们基础题 高中的确实不一样 初中的不知道 诸位 初中的应该知识 还能记住不少 初中的其实那个难度 还能记住一些 家长其实还好 高中很多家长 可能都搞不定 也有一些 一小部分是OK的 是没问题的 但是说如果不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我教物理 我看所有高中物理题 可能都比较正常 我看高中化学 就基本看不懂了 我看数列 就跟看天书一样 跟符号一样 那这真的就是 不能说什么 在一行 老野人现在对于 高中的化学题 怎么样 还有化学感觉 你是专业的 我比较有信心 肯定没戏 是 听话这事 我差两句 因为七月份 八月份 刚好我们做了两期 数七营 然后 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 内容是 面向 这个叫做 亲子 就是有家长 有孩子 然后孩子的岁数 基本上 以七八岁为主 然后最小的是 四岁半 最大的是 十二岁 然后内容 是做装子故事 这个东西 但是 国学 有点像国学 有点像国学 但实际上 这个影主要是为了 教育家长用的 但是我们做了 一个亲子 做了很多游戏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是说 分成了四个班 每个班 大约十个人左右 老师带着排剧 然后我是作为一个外围 我是挨个班串 每天我们有一次复盘 复盘的时候 尤其是 这两期营都算上 都有那种所谓的 叫做 某几个小朋友的名字 几乎每天就被提到 然后且都是负面的 捣乱吗 捣乱 这就是典型的 叫做不听话 不听话 然后 因为我们这个营地 就是基本上 它没有所谓的成绩 这么一说 所以我们不会把 眼光太多的 放在所谓叫好 好与不好 好与不好 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 那种所谓的叫做 淘气的这种 这种孩子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会特别明显的看到 就有几个孩子 占用你大量的精力 也是所谓的叫做 不好的那个 然后我们开玩笑就说 以后凡是遇到这种孩子 就加收三分之一的费用 因为占用我 经历太大了 但是这个如果它到了社会上 它还是这样 那这个所谓叫多三分之一的成本 是什么呢 多三分之一的成本 就是特别简单 就是我这个公司把你请走 因为你占用我的整体的管理 管理成本太高 对提高我管理成本了 我就把你请走就完了 这是说不听话的这部分 听话的这部分呢 就是有很多的家长 因为是亲子 很多的家长会问 为什么每天在做各种点评和案例的时候 都不提到我们家的孩子 然后我们给出的答案 也是正常的答案 就是说因为你们家的孩子没问题 所以反而就所谓的叫做存在感 存在感没有 就好多中游的孩子 是在中等 然后是一个正常状态 一个正常状态 这也就是所谓的就看不见 这就是要像去医院看病 大夫要一分钟给打发了 放心你没事 对就是这种 但是这里面还得说 这里面又分成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是 一种是这个孩子其实极聪明 他非常明白 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听话 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选择性听话 这个孩子大约比例 在我见过的这将近80个孩子里 只有一个 而这个孩子很典型 是大哥 就是身边很多 你觉得都特别牛的孩子 都围着他转 比例极小极小 扛大棋的 这绝对扛大棋的 还有就是两种 一种是他性格的原因造成的 他可能就是这样比较内敛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性格就是这样 很多 接受过 很多 但其实还有一部分 甚至是超过一半的孩子 他听话是被家长管的 因为他稍微有一点不听话 就小孩听话就见了鬼了 小孩一定就是 就恨不得你 人性就是这种 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六七岁的小孩 尤其小女孩 急听话的这种情况 你跟他家长聊 往往小孩这样 都是被家长管的 就是家长希望把自己的孩子 塑造成一个 就是普世意义上 一个听话的小孩 一个模板式优秀的一个孩子 尤其是小女孩 然后再反过来说 小男孩 我们遇到了小男孩 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叫做 我们那个场地有一个操场 然后篮球 足球 自行车 就什么都有 你爱怎么玩 怎么玩 其中有 大约10%左右的小男孩 下课就去操场跑 下课就去跑 最后就问你 为什么在这 要这么大的运动量 我们是说这运动量 已经超过我们的 正常的范围 他说我一年 也跑不了这么多次 因为我在我的 在学校里就不让这么玩 学校里不让这么玩 到家里也不让这么玩 就是他的精力体力 消耗不掉 消耗 可逮着了 可逮着了 然后他在这这么疯跑 然后肯定吃饭吃的多 对吧 晚上回去睡觉 我们说是9点睡 其实到不了9点 恨不得就倒头就睡 累了 然后家长还反过来问我们 你们用了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家孩子 又好好吃饭 又好好睡觉 为什么在家 这家长也 特不这样的就闹头 就是这很多的事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想到了一个 特别不恰当的比喻 一样仓鼠那小笼子 跟那转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 后来我再说 就是因为 因为你见了孩子多 而且他是混零的 你特别容易能够看到 这个孩子 到底谁是具有领袖的潜质 谁是这辈子 其实他就是一个跟从者 大多数听话的孩子 都不具备领袖潜质 你就是真的就是老老实实的 你跟着别人 把这活做好了就完了 对 那么如果从家长的角度 如果你尤其是你主动 把孩子塑造成这样的 还挺傻的 请你不要指望着 自己以后的孩子 能当一个什么什么 leader和领袖 绝对没戏 反而在那里面能出彩的 能够做到 在既符合你的规则 又把这事做的完全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 第一他符合你的规则 你不能做 然后他又 特别做的 把这事做到 跟你的意图百分之百拧 这种孩子就特别厉害 我们什么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案例 这案例就叫做 我们有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 你吃多少东西 我给你一个袋子 你就往那个袋子 等量的放多少东西 所以我们想看的 就是一天 我要让这个家长和孩子 有感知 说我到底吃了多少东西 尤其现在这种 就是特别富裕的时候 孩子嘴是不停着的 我要有一个感知 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 一天除了喝水以外 一点食物都不吃 所以最后 他的那个袋子是空的 他的那个计量单 计量那个数字是零 首先第一 他绝对不违背你的规则 在你的规则范围内 第二 他做的这件事 跟你的初衷百分之百拧 并且他这件事做出来之后 只能让所有人认为 这孩子太牛了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哥 这个是主动选择 在某些时候听话的那个大哥 其他的孩子就啥了吧唧了 跟着他吼 而如果你的孩子 不是这种听话 就是你让干什么 干什么的那种听话 甚至都被管死了 绝没可能做领袖 当然我这话 可能说的绝对 只能叫大概率吧 大概率 他也跟成长历程也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甚至跟家长成长历程 对 他会分很多阶段 对吧 从小的时候是跟亲人 再大一点是同学影响 社会就是学校的环境 到后来 后来是朋友的影响 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阶段 但这事有可能 他的性格一旦被养成 到了高中阶段之后 他就很难再变回来了 对 这个性格这个事 这得问李大夫 这个就是说 关于性格 这个这个 这两个字 它是 它究竟是养成的 还是天生更 更天 先天更取决 就是有更大的 取决于不同的性格分类理论 有的 有的专家说 这个是可以被养成的 取决于不同的性格分类理论 我个人是倾向于先天的 先天的 我也觉得是先天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书 著作 它里边也会说 就是说 根据不同的成长的轨迹 它会有一些的改变 但是以我的个人 因为我最了解 我个人的性格成长轨迹 我先天是这样的 然后后期我意识到了 我开始有目的的去调整我自己 但是我心里核心的 我自己知道 根上还是那样 对 我还是那个 我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大意 但是你会觉得 因为我要处于这个环境中 我会让自己变得更适合于这个环境 对 这个是所谓的性格面具 有这样 再漂亮的女装大佬也是大佬 是 那最后咱们再问那个 王老师一个 一些问题 您说 您说 您从 在这个初中也带过 高中也带过 对吧 那有没有给家长一些建议 就是说 就是咱不提小学了 小学离您比较远 就是在初中和高中 这两个阶段 那个家长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会更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孩子 OK 我快速的过一下 就是 首先就是生活必须 这个是肯定的 在生活必须之外 初中阶段可能会还有一些需要家长去 去盯一下习惯 对 去盯的内容 尤其是 像我之前在初中的时候 老师都会在群里 包括小学现在都是这种 在群里会发任务 在群里会讲题 或者在群里会什么 那这个时候 家长孩子是不会自己弄的 然后家长对 或者催一句 或者帮一句 或者给一句 或者帮一丁一丁在弄 对 然后 那个 那个 之前在 在初中的时候 旁边那组是英语老师 然后他们班那个 原来那大佬 就是 不是那个大佬 就是学生技比较好的大佬 有一阵英语 突然间不行了 就特别低 然后 清分期了是吗 不是搞得像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那个 英语老师把家长请来了 然后问他 来家背乱词吗 背吧 念吧 念吧 那他学不学 不知道 那就在屋里一关 那您干嘛 玩玩手机 然后 然后 那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下句问的什么 然后 那您怎么教育他 就大概是正话题 家长说 嗨 我就告诉他 以后你好好学 学完以后 就能跟爸爸一样 在外面玩手机 嗨 嗨 就是 就是 当然 人孩子那阵 就是突然间不想学 去搞别的了 去弄其他内容 采访采访 他爷爷 就弄其他内容 爷爷没手机 但是就是说 家长在随时随地 这种辅助的角色 就是打团斧 你开个光环什么的 还是够的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家长不要太 不要太焦虑 或者说你的焦虑 传递给孩子 是没有多大必要的 有反作用 其实 对 正向的作用会有 但是反向作用会更大 就是我接触过的 初三那种 就像 刚才我想起来 刚才那话头先 那物理考57分 对 我想起来的话头了 就是 那个 和平区的物理 是比较难的 就是咱物理学科而言 然后和平区的区间 远处的卷子 相对来讲都比较难 然后要求比较高 所以到一模的时候 分肯定是特别低 然后 就是基本上 区平均就 712 还就区平均 就是那个 比较好的几个学校 平均分 712 745 这是比较好的 你放个一般校 连几个都难 平均分 几个都难 对对对 你说物理考57分 家长都神经了 这物理57分 这还一个月考试了 这怎么办 然后其实你细想一下 就能想到为什么 你这个时候 教学院教 你物理考98 你后比一月 你还见吗 对吧 你想想这个道理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 你的焦虑也好 你的准备好 传递给孩子 必要性不是那么大 反而你用一个平和的心态 去给孩子讲明白 其实更好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家长有时候 我建议呀 把自己的身段 放低一点 能跟孩子聊一点什么 虽然说这个时候青春期 沟通特别重要 对 这个时候青春期 小孩很多话 不会跟你说 他为什么不会跟你说 一个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是大人 第二个 他觉得他跟你说完了 你会管着他 你会卷他 然后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有话 给他顶回去 那孩子跟你沟通 总是反驳 对 那必要性就不大了 反而家长里边 我见过可能是 爸爸会多一点 就这个角色 会把自己放得比较低 跟孩子去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 原因就把他一底二价 把那话套出来 套出来之后 他自己说出来了 然后他自己会明白一些 然后你再给他一些 劝导 再给他一些 会好一些 初高中这个时候 因为考试压力 就是咱说 无论多佛系的地方 多竞争小的地方 他竞争还是有的 孩子们还是会面临着 分考试排名 排名考试分 尽管说教委再说 不能排名 不能这 不能那个 但是你有人的地儿 就江湖 你有人的地儿 就肯定有排名 所以这个太难免了 那面对这个排名也好 或者面对这种压力也好 你家长要做的 就是你的焦虑 是完全可以理解 所有人都理解 但是你的焦虑 如何正向的传达给孩子 一个平和的口吻 传达给孩子 让孩子能够理解你 让孩子能够明白 你在为他担心 或者为他想什么 就是孩子有时候 我接触到的 就是比较害怕的一种 是孩子会逆反的觉得 你让他学习是你要面子 这个是小孩会很反感 或者小孩会觉得自己 学半天这么苦 为了什么 是为了给你争一面子 这个就是 适得其反的一个事 特别适得其反的一个事 所以 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 说到最后 就是孩子 刚刚才聊天赋在一方面 后期培养在一方面 就是真的到临时抱佛脚的时候 心态会比能力要重要的很多 就是我见过那种 之前一直拒扭 考前一个月 然后就学到那种 对 我也见过之前一个月 不咋地 考试的时候 突然间上来 就是他 因为咱们这个考试的机制吧 就是一锤子马 这个 就是偶然性还是有的 那在这个考试成绩高的一个前提下 是一个就是所谓水桶里的 每一个都很高 那最后成绩就会高 如果有一个地方低了 你所有地方都低 那能力这方面是一个长期培养的 心态是你在考前 能够给孩子疏导的一个 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见过那种家长考前一个礼拜 还疯狂给孩子抱课外班 就是中考也好 高考考前一个礼拜 你疯狂高课外班 你给讲物理 你讲完有用吗 就是就是我说句那什么话 所有的讲压轴题的 他讲那个你不能说所有吧 95%以上讲压轴题的 他讲的都不是压轴题 他讲的是那个题的套路 而那个套路在正常学校教学 对在正常学校教学的过程中 早就讲一万遍了 早就讲很多遍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种 你考前一个礼拜就听压轴题 没什么特别大的必要 你听一听 一乐哈哈一乐 知道这是重点就完了 但是不用把它当一个商务保健 或者那种 但是我真见过就是 咱不能说是无良商家 但人家就抓你这些礼 就这一个礼拜 就弄你弄 然后让孩子辛苦苦的跑到远 忽略了休息的时间 忽略了自己应该调整的时间 去坐那听一个讲座 前面这些专家都快不行了 拿话筒 这就是花钱给家长减轻焦虑 对你就是花钱给自己买一千块 但是对孩子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你有那心思 不如说句那句话 你不让出去跑一圈 跑累了 回家都吃晚饭 对吧 回家睡一觉 他心情会好很多 鸡娃要注意方法 对 注意方法 就有点技巧的 怎么让孩子有这个更好的一个 或者说战斗力 或者表现欲 或者说他的这个面临考试的一个自信心 能够使他那个 就是完全被激发起来 这是一个看每一个家长 对 这个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家长是一个团府 对我听说家长是一个团府 开光环给buff给血都给 但是打仗 还是孩子团府 什么用也没有 对 家长就是这么个角色 你再着急 那个输出不管用也白搭 对吧 输出不管用也白搭 嗯 差不多 我觉得今天这个 抓了 王老师过来抓对了 上期我们这期节目叫一个初中生的自白 那这期节目咱就叫一个班主任的自白吧 好 说到我快写血书了 君君还有什么问题要 没有了 没有了 再有那个太敏感的 咱们就是下边来 关了麦子再聊 行 那我们的这第四期拼瓦时代了 我们先聊到这 然后后面呢 君君也给大家安排了更多关于拼瓦的话题 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听 行 那我们的这期拼瓦时代 我们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感谢王老师的到来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首届天津人工智能开发者峰会将于2019年11月23日开幕 这是天津首次面向开发者的大型活动 将有Google 阿里等大厂开发者到场演讲 把题覆盖人工智能 互联网开发 制造业科技赋能等领域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金金乐道播客 回复峰会两个字 获取报名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